能不能還我一點人生 你再這樣逼我 我就離開演藝圈了 對婚禮是幾月 那是他家的事 他們在安排 那憲哥會像乃哥那樣 在婚宴上哭嗎 人之常情 我覺得 我應該過不了那一關 因為看到女兒要嫁人 你要牽著她進去吧 那當然啊 難道要到警衛嗎 我還幫她寫歌 哎呀 不能講 所以憲哥您花幾天寫那首歌啊 呃 花了二十幾年嘛 從小然後我就 每一個孩子的個性都不一樣 有所感我就寫下來 好羨慕有一個 叫做吳宗憲的爸爸 對啊 連我自己都羨慕 這是歌迷 歌迷這樣會不會太噁心了 好羨慕有一個吳宗憲的爸爸 也太長了吧 對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憲哥現在是已經不在 憲哥公司了 因為他自己的狀態啊 那他有他的一個想法 他想要這個 暗靜下來 讓自己的世界沉澱一下 我們就尊重當事人的角度 離不離開 都在藝能界啊 你需要我幫忙我也都在啊 沒有的話就先這樣鼓勵他嘛 我們改變得了你外界的人生 你內心的世界 我們如何進入啊 對不對 那我都已經盡力到這樣的地步了 應該說各位放過我吧 我到底我要扛待多少 圈子裡面誰有什麼問題都找我 那我也都盡心力 我都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能不能還我一點人生啊 人在這樣逼我我就離開演藝圈啦 有 我不是講假的 大家也知道我事業做的比 藝能界大十倍百倍以上 原因就是我二十幾年前就在做這些準備啦 很快的 應該是有 我也很關切啦 那就是沒有辦法知道太多 只能給予更多的祝福 那相信他可以順利的走出來 大家給他機會嘛給他時間 等待一下好不好 今天額外多講了一點 這也是關心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 二、三 有嗎? 真的有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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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兩個這個動作啊 是不是我來好了 我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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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煩了耶 一定 超過 性感的 哇 哇 哇 Uh 我打了 真的有嗎? 有嗎? 真的有嗎? 不要打你的 mare 看他的洗衣服 你是不是很會聊天欸